好了,那就正式進入正題了 很過癮的 對不起,我不應該這麼說 因為是《文匯報》獨家報導 昨天下午,他又不是玩六點清晨拍門 所以我們要這麼想 究竟這次這個拘捕 有什麼容易呢?他想給大家一個訊息 給大家 之前是朝清晨六點鐘拍門拘捕人 這次不是 這次在他赤柱探完牢之後 然後就拘捕 我不肯定他是不是在探望李卓人 我先假設是 他赤柱探完牢 就是他太太鄧彥昂 然後就拘捕了他 好了,整個過程 文匯報 是拘捕了下來的 所以 這裏我覺得有幾個訊息 第一件事當然是恐嚇李卓人 其實就是跟李卓人說 以及跟所有被捕人說 我就是搞你家人 這跟黑社會沒有太大分別 最大分別的就是黑社會搞人 他可能是只有一個口 我相信大部分情況之下 但是黑警就是 是道役無道的 是不是 我這樣說可能會 可能會 侮辱了 黑社會人士 首先我是辭職 OK 就是這樣比喻 但其實你們都是一家親 我覺得我又不需要道歉 是不是 我會用司法的力量去搞你家人 這個就是訊息 這是第一 第二個訊息 所有媒體 全部收皮 是不是 一宗這樣的事 他是被《文匯報》報道的 那麼 跟大家說 香港的官方認可媒體 是《文匯報》 那你這個地方就死定了 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真是笑死人 我們曾經 香港最引以為傲的 為什麼香港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為什麼上海做不到 我們回頭 因為香港 是訊息流通的 為什麼大陸做不到 全部都要上網 這個世界 最文明發達 用的平台 不外乎 以前 有可能Facebook TG YouTube 是不是 Gmail Google 那麼 這堆東西 全部在偉大強國 是屬於公司 你全部都沒有用的 包括Twitter 你這樣已經是死定了 你還跟我說 你上海會做國際金融中心 我先收Gmail 你先翻牆 總裁先生 總裁先生 有個100萬億的交易 在等你批核 你怎麼收不到 不好意思 因為你要先翻牆 怎樣翻牆 用Nord VPN 或者Serve VPN 通常有業配的 就可以賣廣告 我沒有 我沒有 你現在就吃錢 現在香港 香港是甚麼都可以用的 香港是一個接收資訊最好 最流通的 我們的新聞 我們有中國的新聞 我們有美國的新聞 只得美國新聞 不值錢 我們有美國新聞 我們有中國新聞 你看到新浪新聞 騰訊 新華社 同一時間有Boomberg 有Reuters 這樣才值錢 你現在不是的 第一官方認可媒體 就是《文匯報》 真是好笑 香港要淪落到 香港要淪落到 我們以前看甚麼媒體 其實說真的 有甚麼人就看《文匯報》 近期看《文匯報》 因為想知道 有甚麼人會出事 但如果你真的吸收資訊 有救人 別人都是白智 我都不知道 難以想像 我們通常以前看甚麼 譬如說知識份子 信報 明報 以前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八卦一點 看看《蘋果》 看看《東方》 現在不是的 要看《文匯報》 這是第二個觀察 第三 沒有甚麼公共性 這條 這個 靠嘴 就搭著 鄧燕娥 上車 其中 他就指著 記者 文匯報記者 是記者 很謙虛 文匯報記者 又是神奇 他說廣東話 然後 這個阿姐 不知道跟誰說 就說 不要讓他拍 我屌你 你覺得自己是誰 你覺得自己是特工 很有型 你這個白白癡 你又做了這些陰質事 你以為只是假裝了 為什麼不認得 為什麼不認得 記者抓住你做事嗎 記者當然是採訪自由的 是不是 你看人家的拘捕 你看法庭電影 九萬多個鏡頭 就拍了 你扮著雞毛 當令箭 這個死 死陷家產 你是誰 扮著有型 你繼續扮有型 你繼續扮有型 那他抓什麼原因呢 就是說 勾結 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就犯了國安法 大家都拗頭了 社運中 或者你比較好留意 在一個圈子裏面的人 或者你很留意 正圈的事情 可能你要知道鄧燕 老實說 我覺得很多人 被抓了才知道 很多人都不 鄧燕 我是誰 第一個角度 可能你也不知道他是正圈眾人 原來 他就是 國際 家務 工聯會 的總幹事 當時就在英國住 還有工作 很多人 陳慶偉 就說 李卓人就放棄自住的物業 家人就離開了香港 就不能夠信樂 他不能夠危害國家安全 這樣 也做過職工民的幹事 鄧燕鵝 他們算是社運息的 很久了 超級久了 他在職工民解散的時候 就離開了香港 然後就回去 建制媒體就說他 曾經做過董事的 亞洲專訊資料 研究中心 就受過外國贊助 一億 億 這個中心就關閉了 也曾經聲明說大公報報道失殺 就是這樣 聽完初步資料 你說他是不是勾結 勾結 勾結境外勢力 當然 有誰不是 有誰沒有花過美金 有誰沒有花過美金 有誰沒有跟外國的機構接觸過 勾結最多境外勢力的 就是中國共產黨 收一億出來說 什麼收一億出來說 中國上年 收了美國 八千億 出口 這個不勾結 勾結外國勢力 香港為何用美金 香港是用美金的 你是制度上勾結外國勢力 那些來不拘捕 是不是 香港有誰沒有勾結外國勢力 差在 他想拘捕你就拘捕你 不拘捕你就不拘捕你 那麼 究竟拘捕他的原因是什麼 初步我就未能夠判斷 是不是 究竟是不是恐嚇李卓人 是不是要給他一個信號 還是 因為他在英國繁華 還是 就是 我不知道 或者是他的 或者有這樣的可能性 他的名單其實 其實沒有關係 純粹他的名單很長 長到天花龍鳳那麼長 那就大家自己衡量了 離開了英國的 就是 上一段過年的時候 大家很開心 回到香港過年 那麼下一段 你上一段回到那個年 又不代表你下一段 可以過年 這個就是這樣 另外 亦都 前天拘捕了一個23歲的女子 網上 涉嫌 發佈煽動廣動的訊息 真的沒有什麼細節 我真的不知道 就說他一年兩日 只是 黑警的訊息 就只是拘捕了兩個人 這個23歲就說 在壽茂平區 協助調查 這些不知道他講了什麼 不知道他講了什麼 另外 講這些 分裂國家 那些 有一宗案件在判刑 跟大家回報一下 之前有一個 40歲的葡萄牙籍的男子 被指管你香港獨立黨的社交媒體 也出了一個帖子 提倡香港結立英聯邦的國家 廢除中英聯合聲明 被控 串謀作出一項及多項巨煽動意圖的行為 就這樣 公關 本